大家好 这两天520 赖清德正式发表就职演说 紧接着完成了弯弯倒主的政权的顺利的交接 那么蔡英文本纸上就是马英九的2.0版本 就是不同不都不武 但是赖清德是台独金孙 他自己讲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事实上在4年前台湾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台独四大佬就集体逼宫 让蔡英文不要参选了 由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 台独四大佬的理由也是一样 民进党占据了立法院 又是总统 你就可以推台独的法案了 你为什么不推呢 当然被蔡英文给挡住了 所以不管怎么讲 从赖清德本人以及他背后的政治势力以及他的派系 他就是台湾的独派 这是一定的 民进党内也是有派系的 那么蔡英文代表的是民进党内的马英九2.0版本 不统不都不武 然后继续骗大陆的钱 蔡英文本纸上代表的是这一类人 和赖清德是不同的 尽管外部的压力很大 比如解放军的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政治底色 他的政治势力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赖清德的整个政治班底 比如林家龙等等 这些都是深绿的 都非常绿的 都是非常偏独派的 所以赖清德正式上台 大陆这边又有了一次围倒军演 军演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首先还是老结论 围倒军演用弯弯的话讲 就是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 打仗呢 目前是不会打的 依旧是不会打的 但是这一次的围倒军演和以往呢 也有几次几个重要的进步 第一个 就是围的面积更大了 对台湾的围困呢 范围在逐步的收集 按照当下围倒的这个力度和劣度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封锁台湾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 我们不能说一只鸟吧 但至少一个人呢 也出不来 也进不去 也进不去 这也符合我们这个国家 在台湾问题上一贯的表态 就是反介入 反介入 就是到时候一围啊 外部介入不了 那第二个重要的进步啊 第二个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这一次保密活动做得非常好 这一次的围倒是非常突然的 没有任何消息的 慢慢那边也没有任何消息的 我们从外网看 美国那边也没有任何消息的 事实上我们以前呢 大陆的很多大的政策 包括军事上的一些动作 一些演习 往外网很快就传的 遍地都是 然后后来我们才从内网看到 被证实等等 这个也很简单 肯定都是 有内鬼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那这一次围倒演习呢 也充分说明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对吧 那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好了 同时也揭示了一点 就是日后有一天 如果要对弯弯动手的话 会随时随地的 会突然袭击的 会让你猝不及防的 对吧 会让你好无准备的 毫无准备的 那就是第四点啊 如果我们日后真的有一天会对弯弯动手 对吧 还是这个打仗概率是不大啊 那因为当下这个围倒方案呢 是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正式对外公布的 我相信啊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对台湾的问题上 它是有好几个预案的 好几个预案的 那么最终呢 因为佩洛西的访台啊 下定了决心 用的是这套围倒的预案 对吧 当时佩洛西访台平台发展还拉两把呢 是吧 这一次啊 蔡英文就只眼说 平台发展是涨了一些 但涨的不多啊 涨了一丢丢 对吧 这也说明了 根本不大回事啊 资本不把这当回事 对吧 不认为会 不说不大回事 但是不认为当下会打仗的 其实我们看湾湾那边也不当回事啊 也不当回事 歌照跳 马照跑啊 该抗议立法院 抗议立法院啊 反而大陆这边 对吧 资本市场吓坏了 当然这不是重要的 就说呢 我们日后要统一台湾 对吧 这个直接的军事啊 不太可能啊 通过这一次的 这个围倒军演呢 也 说明一点 日后我们真的要统一台湾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它一围嘛 那把它一围 对吧 可以让你的民生物资进出 那比如说台湾这个缺大米啊 可以让大米进入 台湾缺天然气 可以让你们烧火 对吧 那这这都可以的 但是非民生物资啊 不让你进出 那台湾的出口 对吧 经济怎么办呢 对吧 这些 那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那台湾的这个进出口 经济不就崩溃了吗 那其实我们在统一台湾呢 很多呀问题呀 直接的军事斗争呢 会带来后患是很大的 对吧 不只是仇恨的问题 甚至也会局部滋生恐怖主义的问题 对吧 军事上的胜利一定会死很多人的 也会在当地带来这个局部的恐怖主义的问题 这些都会带来的 虽然我们老嘲笑这个哇哇 这个废物难 但是总会有个别读咒的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而且都炸烂了 对吧 你还要给他建 大陆这边这个不管是 你看各地的城头寨都是什么呀 都是基础建设 城头寨和房地产不一样 房地产寨并不是城头寨 都是基础建设 国内这个对吧 过去修高速啊 搞绿化啊 修工丸啊 这欠也遇不赞了 到时候还得借债给他修 那不可能的 是不是 这是这一系列的问题 对吧 那同时这个孙子兵法也讲嘛 对吧 不战而去人之兵是上上次了 那就给他一围嘛 给他一围嘛 所以 对吧 就是进一步的确定了未来台海统一战争的 这个基本的形式 就是到时候一围 但是当下呢 从很多的方向 很多的方面啊 基本是不会打招 不是基本是 肯定就不会的 而且台湾问题呢 台湾问题要和南海问题 是要连在一起看的 因为台湾和南海是不能分开看的 不能割裂看的 不能割裂看的 对吧 甚至说呢 台湾呢 和这个朝鲜半岛问题 也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这个连在一起很正常嘛 是吧 从日本到朝鲜半岛 到湾湾 到菲律宾的南海 这不就是导链嘛 这倒也 连在一起看倒也 这就导链嘛 这就是导链嘛 同样的 那么现在呢 欧美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做亚洲版的泽连斯基 不对啊 希望赖清德能够做亚洲版的泽连斯基的 那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军演呢 对吧 只是告诉你 你要做亚洲版的泽连斯基呢 我也随时随地可以收拾你 但只是当下呢问题呢还没有恶化到这一步 但是如果赖清德 对吧 这个独走做台独式的乌郎 对吧 那也会随时动手的 随时动手的 只是很多事情呢 当下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对吧 对中国大陆也像 对吧 我们这个 对吧 直接的军事手段进入台湾的话 也要考虑接下来面对的一系列的冲击 对吧 冲击当然主要是外部的 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冲击 以及包括不限于这个石油天然气 从等系等大宗商品的供应量的冲击 这几个都是要严重的考虑的 对吧 这一系列的冲击是否能够应对得了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对吧 也包括货币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呢 那这一系列的冲击呢 就已经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吧 事实上呢这个国家办呢已经两次痛批赖清德 而且央视新闻呢也集中报道了 对吧 这一次掉门起的很高 过去不管是国家办还是央视 对湾湾呢还是以统战为主 以统战为主 往往掉门不会很高 那这一次呢掉门呢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对吧 掉门是非常高的 但是也没有高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 就是大陆这方面呢 在这个不管是国家办也好 央视新闻也好呢 提高了掉门 但与此同时呢 也会保持克制的 那其实 这个事情啊 就大陆这个围岛局也 其实对台湾也毫无影响的 对台湾其实毫无影响的 对吧 而且目前台湾的这个新闻 岛上新闻的重点呢 依旧是蓝白绿 在立法院的争吵 这个也是台湾目前新闻的重点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总之吧 这一次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呢 就是围的更严密了 比上一次佩洛西来的时候 围的更严密了 可以说是几乎是滴水不漏了 第二个呢 就是保密做得很好 这一次围岛局也事前没有任何征兆 不管是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外国也好 没有任何的征兆 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 同时也说明 我们日后呢 对台湾可以随时随地 进行突袭 进行突袭 对吧 第三个呢 还是老调重谈 当下呢 武力统一的条件并不成熟 而且日后呢 基本上 即便是武力统一台湾 也是以围困为主 对吧 这个接下来 就是从佩洛西到现在 一系列的围台军演 已经证明 是以围困为主 最后一个吧 就是国内呢 调门呢 对台湾的调门起得高了 就是调门 对反台独方面的调门高了 但是又没有之前那么高 那最后呢 还是要补充一下 就是这一次普京 反华 中美 不对中美了 中俄的联合声明当中 对吧 中国的联合声明当中 和过去相比增加了一个 就是促进统一 就是促进统一 至少俄罗斯 这方面 不要觉得俄罗斯 对吧 支持中国 统一台湾呢 就是动动嘴 不是的 这是里头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交换 也涉及到一系列的地缘环境的改变 当然这里面还有日本啊 其实日本目前对我们这一次的围台军演反应是很激烈的 用台湾的话讲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